請問王宣茂上午前期的議員 任期頭一回咨詢的處女秀 將對新娘車站 酒餅的發電 他拿出第二天的大便大家過賞 因為新娘車頭 幾年年來沒有明顯發電 王宣茂標示說 剛才酒餅的替路的村口要多發 之外酒餅的賓高德也要做到改善 假設高價化不行就是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交通延遲的問題一直出現 這是我有一次從 東山要回信義的時候 剛好是下午時段 大概整個都是滿的 不管是從東山過去 新營或者新營過來東山 它幾乎這個平交道都是滿的 所以它是真的有必要要解決的 因為說鐵路各界化中央心意不通過 當參考到水上車頭的草莊模式 當時參考到秦美綠原道的做法 將新娘車站搭著壁身 鼓鼻的休憩 相約到三個五點 那它是用綠廊 然後結合一些停車場跟商場 來做一個轉換 那我想跟我們新營大平台 現在構造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我們新營來說 它會更加適合 因為像你剛剛所說的 它的腹地非常多 都是台鐵過去的一些 例如說飛機的倉庫啊 或者什麼 所以它腹地是真的可以從 例如說從東山路到整個火車站 甚至我有想過從平台可以拉到後面往新進入 因為那邊雖然也有一個公園 但是我們一樣也可以做結合地景 或者是結合綠平台 或者是綠廊 都可以讓那邊變成一個新亮點 他對著無情AI的商業最大的勇敢 像王仁勳說 AI是台灣的黃金客機 王勳茂就建議 市府會當時克孫求合作的機會 當時在大新的區 來推行第一座AI商業的橫幅 去賓州人材的禁助 帶動到地方的發展 黃仁勳他最近說了一句話 他說AI是台灣的黃金契機 我想也是我們台南的一個黃金契機 你講得很對 不過我也部分的同意他 不過我們台灣過去的發展方向 都是重硬體、輕軟體 所以在這AI的時候 我們還要迎頭趕上極起之追 未來十年 什麼產業都可能會跟AI做結合 所以其實我們大台南 要怎麼去迎接這AI的未來 它是需要一個產業園區 人體新聞帶一起來議會賽方法的